退伍军人节的前身是停战日 1919年11月11日 当时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周年而设立 美国国会在1926年通过提案并立法 将这一天定为每年一次庆祝日 1938年正式通过成为全国法定假日 16年后 时任总统埃森豪威尔签署立法 宣布将停战日改名为退伍军人节 用这一天来纪念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 参加美国军队的将士都会在这一天 全美举行盛大的游行和纪念活动 为过世的和仍健在的退伍军人庆祝 甚至还在维基尼亚州建立起阿灵顿国家公墓 以悼念无名英雄 截至2021年的数据统计 全美共有1650万退伍军人 其中女性退伍军人为170万人 而亚裔美国退伍军人总人口比例只占1.9% 且根据2021年最新统计 24.4%的退伍军人 现在年龄都超过75岁 只有8.2%的退伍军人不到35岁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